带我妈旅行的第四站,我们来到了洪河州的河口 背后这里就是河口的口岸,从这里就可以到越南 可惜我妈没有护照,不然的话就带她到越南溜一圈 河口瑶族自治县位于云南洪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东南部 地处中越边境,与越南老街隔阂相望 河口是云南境内最大的越南口岸 这也是云南海拔最低的一个县城 历经百年沧桑的滇月火车从这里驶出国门 来到河口真的给我一种在东南亚的错觉 这边街道上的树啊都是这种热带植物 看我的身后,非常有海滨城市的感觉 而且感觉这边街道上越南人比中国人还要多 如果你在河口看到了戴绿帽子的,那肯定不是中国人 因为只有他们越南人才会戴这种绿帽子 那个绿帽子啊在越南被称为光荣帽 听说不是谁都可以戴的哈 在河口逛街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边的街上有很多人他们拖着非常大的行李箱 看见没有,这些大行李箱 他们在网信装商品 河口这里出去就是越南的老街 然后呢河口县的人和越南老街的人他们是有边民证的 他们那个边民证可以随意的进出 只需要盖个戳就可以了,不用办签证 这些拖着行李箱的都是越南人 他们每天把越南的咖啡和拖鞋带到中国来 再把中国的商品装到行李箱里带回越南 看见这个桥没有,给你们看一下 刚刚推着箱子的那些人就是从这个桥回到了越南 然后呢这个桥也是中国跟越南一个国家一半哈 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分界线区别 仔细看这个桥可以看到一些区别 左边这边刷过漆的是咱们中国 没有刷过漆的是越南 看,两边的颜色都不一样 这个桥那边呢就是属于越南了 那边是越南的国门 现在是来到了这个桥上 现在这条线呢就是分界线 一脚在中国,一脚在越南 这边是越南国门 这边是中国河口 我身后这条铁路就是颠阅铁路 这条铁路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中国的一些货品通过这个铁路运往越南 然后越南的一些商品通过这个铁路运往中国 来河口不可错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逛街逛累了,找一家咖啡店 点上一杯越南的低漏咖啡 享受一下河口的慢时光 一定要找一家临江的咖啡店 然后坐在这个江边上 喝着低漏咖啡 这个是越南的低漏咖啡 这是一滴一滴慢慢往下漏的 看着对面的越南喝一个咖啡 也是非常悠闲的哈 河口作为边境口岸 长期的商贸往来 很多的越南人把他们的美食带到了河口 所以来这里啊 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你可以不用出国门 就品尝到很多越南的特色小吃 河口这里啊 现在的旅游是非常原生态的 我也去了不少地方了 这个地方真的是完全没有商业气息 住宿不贵 越南小吃也很多 从这边去越南还特别方便 想到越南旅游的朋友呀 过来的时候 记得带上你的护照 只需要找一家旅行社 办个签证 就可以步行去越南了 好了 这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